2018富邦仁壽勢世紀冠軍盃 中出賽程6月3日在台體大籃球場點燃戰火 參賽的13支隊伍中有6支球隊都是再度參賽的老面孔 其中在去年冠軍賽打到兩位球員抽筋送衣 產遭逆轉勝的馮甲大學化學工程系 今年戰力再升級 誓言捲土重來搶回晉級門票 學長有些學長畢業 可是我們有戰力的補強 葉伯浩 一個空位 他最強的角度是扮演這種替服的精神的支柱 當他們的開心果吧 因為我覺得就是其他學長會教他們很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氣氛比較嚴肅的時候 就是我就負責跟他們講一些垃圾話 讓他們放輕鬆一點 進補板凳深度後的馮甲化工 學長學弟一條心的他們 對於自己又有什麼樣的期許呢 有蠻多學弟是第一次打的 對 然後我們就是 算是傳承給他們吧 我們的球隊的精神 對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以防守 防守至上 卡位搶人板再做扎實一點 還有對 就是對手防守壓上來的時候 等對卡要再加拉更有自信 目標就是 當然是希望冠軍去台北 目標中區冠軍前進台北決賽 讓我們一起期待馮甲化工 今年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奇幻旅程吧 SSU特派員黃韻佳台中報導 我要去台北